很相應的Youtuber嗎? 不可以吃死的啊 這是Youtuber的影片 要不要我暫停一下 好,大家可以來前面看一下這建築物 在哪裡? 東京嗎? 這是什麼? 喔,我10月又要去耶 這個地方在帶來部啦 這棟建築物叫NTT Tower 所以我那個時候看到這個,我自己還嚇一跳 哇,原來是可以棄成這樣 因為那個地方我太熟了 比西門町還要熟 那這個是 看到這一棟就知道就有本物了 所以已經可以玩到這種低物 那這個是Youtuber的某一位 業餘玩家 拍出來的東西 他這是進行的嗎? 不是他動的嗎? 好 各位會不會覺得這很難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支援4K 其實不是 好,接下來應該是 什麼東西都會支援5K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手機 也能拍4K 那拍出來會是什麼樣子? 這是Sony的手機 Xperia Z2 Xperia Z2 看出來 這個應該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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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其實沒有放的那個東京 東京的那個,那個應該有 手機 手機鏡頭來都大 當然他的畫質 會到一定的限度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細緻度 還是應該會高於4HD 而且,如果你要做出 比較更好的拍攝的話 你也可以不用手機 Sony現在已經有出4K的Handycam 已經有4K的Handycam出來 已經有4K的Handycam出來 所以 而且除了4K的Handycam以外 以後還會有很多很多的 高階的數位相機 有4K影片的拍攝都沒有 所以不要以為4K距離我們很遙遠 其實我們手邊都可以很容易拿得到 那即使是影片不是那麼多 其實影片不是那麼多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 如果你懶得自己拍 然後你說4K影片什麼時候會出現的話 藍光聯盟 就是BDA 在這個月他們的主席已經講了 在明年的上半年 他們會公布4K藍光的規則 在明年的聖誕節前 有4K的 藍光軟硬體 也就是軟體跟播放機 都會出來 最晚到明年的聖誕節